有人雕刻了一个哈尔默斯的木像,拿到市场上去卖。 因为没有一个买主上前,他便大声地叫喊,想招揽生意,说有赐福招财的神出售。 这时,旁边有一个人对他说道, 喂,朋友,既然这样,你自己应该享受他的好处啊,为什么还要卖掉他呢? 他回答说,我要的是现在马上就能兑现的利益,这个神的利益却来得很慢啊。 这故事正是说那种不择手段的求力,连神也不尊敬的人。 飞,飞机的飞,飞翔的飞,飞字,想象为一只鸟, 正在挥动双翅,飞翔。 飞,飞翔的飞,飞翔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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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一二五二十字,你也可以认识更多呢。 六一二五二十字,三千三百个会讲故事的汉字。